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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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清新的甚至可以看清灰尘 除了东边 东南和东北边的一些丘陵 就是一个大平原 辽河冲刷沉积而成的大三角洲和附近的小河 奉天街头的商败 张柏林显然对奉天的大街很不满意 他在日记中吐槽说 奉天的街道堪比干燥的河岛 街道上扬起老人的沙尘 也没有养护 奉天城内一条破败的小巷 部分墙壁坍塌 应该是平民区了 走在街上的满足妇女 张柏林父子在街上看到的男男女女是这样的 妇女不再缠足 走路一态端庄 显示他们追求独立自由 男人更加高大 强壮 显示出敢于拥抱冬天的魄力 奉天的亲军士兵 张柏林在日记中如此评价奉天的亲军士兵 这里的士兵比中国南方的要多 显然是仿效俄国和日本在边界附近布置更多兵力的做法 这些士兵个头比南方士兵更高大 看起来更加雷厉风行 站在高高的城墙上俯瞰凤天城 房屋 临次置笔 凤天街头景象 走在凤天的大街上 张柏林被一些店铺门廊上精致的门牌和设计所震撼 有华丽的龙 狮子和长有几英尺长腿的凤凰图案 放置在门廊前上方 通常好的门面也代表了生意兴隆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